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聽神宗課 《經歷基督的真實》 今天是4月12日 題目是巨世無遺 經文記載在希伯萊書8章1至2節 我們所講的是 其中第一要緊的 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 已經坐在天上至大者寶座的右邊 在聖所就是真將莫裏造執事 這將莫是主所知的 不是人所知的 想想看 如果你處於上帝的位置 你要怎樣將一些 無比奧妙高深的道理 告訴這班人呢? 首先他們的理解力不如理 再者因為他們的心靈受罪敗壞 以至本來已經有限的理解力 又打了折扣 在伊甸園的大門口 那些偉偉大的老師 用了很簡單的方式表達 他先是告訴阿當夏娃 將來會有一位女人的後裔 來到世上拯救他們 儘管他自己會被重重打擊 但最終他會打傷那條蛇的頭 然後上帝要兩位遲早 將原先用來遮醜的東西換下來 披上上帝為他們準備的獸皮 他這樣做是在預告 上帝的羔羊將來來到世上 犧牲自己的生命 以遮蓋我們的罪 最後他在伊甸園的門口 安設了兩個基路牌 這個就是聖經當中 首次出現聖鎖的形象 隨著時間過去 聖鎖的異象變得越來越複雜 從定期的動物 憲制演變成聖殿的興建 於是聖鎖的設計 和憲制儀式的細節 占了整本聖經 數百頁的篇幅 為何上帝要將它設計得這麼複雜呢? 因為回幕代表著耶穌 而關於祂的一切 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 而且極其奧妙豐富 我們即使投注永生的時間來研究祂 都還是無法完全參透祂的自善自美 彼得在祂收錄於聖經裡的第一封書上裡講到 彼得前書四章十節中 用百般恩賜來形容上帝分次給門徒的能力 而恩典在希臘原文 意思就是五彩繽紛 每當你自認已經了解耶穌 聖靈又會再開拓你的視野 讓你看到耶穌另一個全身超乎你想像的層面 我曾經在宗教課程聽到學生在抱怨 說我們應該好好認識的是耶穌 為何要花時間去鑽研那些相關聖所的細節呢? 會說出這種話代表他完全不明白 細節正是重點所在 研究聖所正是為了 要能夠更深入地去認識耶穌 希伯萊書的作者所強調的是這一點 當我們認識了聖所在地上的複製品 就能夠明白在天上真正的聖所 那位大祭司是怎樣的樣子呢? 以及他在上帝的面前為我們做了些什麼呢? 因此,關於聖所設計的每個細節 憲制過程的每個環節 都是經過精心安排 為了要突顯出正本聖經中 那一夥最美麗的寶石 耶穌基督 歡迎再次收聽神中課 歡迎再次收聽神中課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